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想过他让我们实在是看下他的解释吧 宋先生的诉求 希望他的心态吧 就是变成我们正常人的心态吧 用什么词去形容呢 反正两个夫妻住了完全不在一个牌上 讲话也讲不了 基本上现在属于零沟通 这是双方都有问题导致的 还是你认为是他一方的问题 我认为单方的 他的问题 他的什么问题 定格问题 小心眼吧 刚才他的诉求你也听清了 听清了 对他的这个诉求你是什么看法 纯属无理取闹 一上场 刘女士便饱含泪水的 喊着要离婚 十分委屈的样子 可是丈夫宋先生 只用四个字回应他 无理取闹 为什么刘女士会觉得 日子过不下去呢 宋先生说他的无理取闹 又从何而来 这得从他们跌跌撞撞的 创业故事开始说起 那个时候是刚结婚不久嘛 就那个问我弟弟 借了两万块钱嘛 做生意他就喜欢赌博嘛 我偶尔会带着小孩 去那里玩一下去那里 看看他 天就烙的时候 他吃完中午饭 那个柜台上就全部收掉了嘛 不见人影嘛 我去那里 我就打电话给他问他在哪里 他就说我在柜台上啊 我说你在柜台上 我没看到人 我现在我就在柜台上 我在那个茶部打麻将 一打就是打到晚上吧 从中午开始就停业了 只是打麻将 经常的 把那个本钱全部输掉了嘛 全部玩掉了嘛 当每次你去碰到 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生气了吵架 那个打麻将 听他嘴巴出来说 我就变成赌博了吧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大热天 没什么声音的话 也就了 也就几次嘛 怎么总被他碰上呢 我估计可能有点夸道吧 他说没钱进货嘛 他就说要拿房子贷款嘛 他爸妈就不肯嘛 不够又到我弟弟那里 又接了一晚嘛 后来他就说 叫我到那里管嘛 可以监督他嘛 可以一起做嘛 那妈妈就把那个 那个接来的那些钱 全部还掉了嘛 实际上我 我并不赌博的 到现在我也不赌博 那我们看结果呀 结果他说连本金都没有了 当然生意可能不好 但相当家里要用 不可能赌博 跟赌博没关系 哪怕到现在 基本上不赌博 后来有一个那个朋友 叫他 又叫他合伙嘛 投了二十来万嘛 那个钱是房子贷款的嘛 房子贷了一直三万 就在我那个娘那里 接到六万 在那里做生意 他也是赌嘛 就是白天就是 看不到人的嘛 这个电影经营的结果是什么 全部亏掉了 我问你 你觉得这个亏了钱 跟我那个打牌有关系吗 家里也要用一下子嘛 那个他也要玩嘛 我觉得亏损的原因 应该是怎么讲 投资失利吧 就经营不散吧 就想来 这里的货没卖完 他那里又要救货 这个你没有提醒他 提醒了就为这事吵架 他不听我的 你小的个屁 你懂什么 他就这样 刘女士把初次创业的失败 归坚于丈夫的不务正义 宋先生却不愿背锅 努力为自己辩计 不管原因在谁身上 生意总归是失败了 还欠下了十几万的贷款 这次的失败 能否让他们吸取教训呢 很快他们转移阵地 又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叫他上班他不去 我儿子一睡不到 没有来粉丝他也不去 然后他就去外地 他在他那个表地那里 待了一个月嘛 我就问他 你想不想开店 他说想开我就去 我说就跟你一起去找 他来了 我就到镇江去开店 开个门窗店 没事他就 那又就是电脑 整天是电脑 开始没有什么生意 我相当勤奋嘛 没有生意哪来得盯呢 那个玻璃吧 大概就是 可能比这个桌面还大了吧 反正几十块玻璃啊 我一个人搬上去 五楼六楼 在镇江的话 一滴一点忙都不忙 这么努力之下 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没有结果 生意还是不行 生意不行 他签了两年的活动 做了一年我就说不做了 那个压签就不要了 他就不肯 就要赖在那里 你觉得他是为什么 自由嘛 管不到他嘛 他为什么会觉得 你是要赖在那 连那个房租钱都赚不到 你到那里干嘛 因为我那边 有好多星期 他们开店 都是这样开出来的 开了一年 就这样跑掉 那你随便到哪地方 你开不出 开店要守啊 过完年就让他先走 我就比他晚 大概一个星期 拿了六千块钱 给他儿子上月圆 他就说钱没有 钱去哪儿了 不知道了 信用卡贴的门上来 银行钱又不交 烧得我门上来 问我有钱 银行的那个工作人员 上门来了 他说你是他老婆吧 我说是 他说你们那个前几个月 那个以前不交 我说我也没办法 我说我在家里 带着两个孩子 他伙食费都不给 他电话 他从来打到他不接 他拿着我电话给人家 他就天天吵我 你觉得是为什么 这个钱没能交上 不知道了 从镇江到南昌 南昌到镇江 一个来回的钱 还有一个 我女儿补课 我多打个 都有记录的 补课你那个 店里不赚钱的 店里没生意 所以你要讲明白 就是儿子那六千块钱 是去哪儿了 说不清 真的说不清 你能说得清那段时间 就是那个店 到底经营得怎么样 有没有镜像 基本上没什么 他还瞒得我之后的 在那个表弟那里 上海的表弟 借了一万 他自己弟弟那里 借了一万 还了那个 工商银行的房贷吧 应该是 那怎么 还了那人 怎么银行的工作人员 天天上门呢 他是那个 一开始人还了 后面就 基本上还不出了吧 这段时间 生活的所有的花销 靠信用卡 靠借钱 对 差不多 这个状况 他不清楚吗 你们没有 很好的交流吗 他不相信的 钱到哪去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 第二次创业 再次以失败告终 刘女士怪丈夫 不懂得及时止损 丈夫怪妻子 只会临阵脱逃 除了生意失败 令刘女士担忧的 还有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丈夫 会有各种 莫名其妙的借款 她的行为 刘女士看不懂 特别是丈夫 关掉店铺 去到上海的表弟 那儿打工后 她的这种担忧 越发生疼 又到他表弟 那里打工去了 打工他也是这样的 不拿伙食费 三月底 我偷偷地赶到上海去 为什么你选择的是 偷偷去 而不是跟他沟通 我先看他 他是晚上干嘛去了 你是有怀疑的 是吗 那个表弟 就是花天酒地 上次去他那里 晚了一个月 住了一个月 他表弟还这样说 他说这个人没用啊 他说 女人都不敢 所以他那里借钱 这里借钱 那里有问题 你说我有安全感 好 我到了那里晚上 等到九点多钟 还不见人来 我就打电话给老板娘 我说我老公在你那里吗 他说没在 他说我们在外面吃了饭 七八点钟就回家了 我就打电话到老板 到他表弟 老板我说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家里 我说我老公到哪里去了 回去了嘛 我说他哪里回去了 去住的地方了 我说去住的地方 我现在在他地方 住的地方 我没看不到人 手机关机 到我打了电话之后 过了一下子就来了 来了我就问他到哪去了 他就手机没电 他就在哄诺嘛 你会觉得这样不正常是吗 是 要不然我就不会跑到那里来 我在上海那边打工 下了班以后到老板娘吃饭 吃完饭前我就回到另外的房间 就两个地方 他的潜意识里面就是这么样 没有在吃饭的地方 也没有在住的地方 你肯定在那个地方 泡脚洗澡 你去哪儿了呢 有时候或者你到超市里面去买牙膏 你没买东西还空手回来 没有我打比方 不可能有那样的 用的泡澡 用的那个没有没有 他就是狡辩 他就强制多理 他任何事我说他不赢 越是这样 你心里的怀疑就越多 每个月的钱去哪儿了 每个月钱交了银行 另外我估计 可能我就留了一千万下来嘛 就这样子 也就几千块钱了 能干什么在上海 他为什么总觉得你的行踪是 让人琢磨不定的 然后你的解释都是含混不清的 不是讲我的解释不清 你叫我讲我讲不出来的 但那天我跟他认认真真地算了一下 没笔的 全部用钱去加出来的 他全人记录了 过一段时间了 我不知道你那个钱 他马上会了 不承认的 他反正什么都会讲出他的理 丈夫去到表弟那儿打工后 不但没有拿钱回家 令刘女士深感焦虑的是 她还出现了一些情感游离的现象 为了阻止情况恶化 刘女士想方设法把丈夫逼回老家 我说你跟我赶紧跟我回来 你不回来 我马上就 我小孩我都不管 我要去吵 我要就到你那里去 最终丈夫回来 为了生计开启了网约车 可是刘女士却彻底被逼疯了 后来就买了个车 跑弟弟吧 他说要买车 你到你家里拿点钱 我就没办法 为了是个家了 吹着我家 钱给他交了 车买了 我就变相了 我从今又不会问你家 要借一分钱了 跑窗广嘛 有一次嘛 跑到那个我上班的地方嘛 掐我的脖子 然后骂我嘛 卡通我踩的那些 我家上 从今又不会问你家 你借一分钱了 买这个车子 我朋友帮忙 我老爸帮忙 当然他也出了万块钱 骑车的时候 差几千块钱吧 他差两千块钱 他只是 那个上班的地方 交到我脖子 叫我拿钱给他 你说我还有那么怀抱 反正有什么大事 一到关门的时候 他老会掉链子 那就相当于一个定时杀的 买了之后 别只拿五百块钱给我 五百块钱问他 借 要 还要等他有 等他愿意拿 你是觉得他 明明挣到了很多 可是只叫五百还是 对 只叫五百 你从哪里判断 他应该不止这五百块钱 有一次 他也不拿钱给我 我就跑到那个机场去了 我去了解情况 你跑到那去干什么 跑得多的时候 有八九百块钱的 他说一天 我那个要查他的手机嘛 我到底跑了没跑 他就不给我看嘛 他说他去机场去了解情况 不是了解情况 当他那个人全部在面 从我去抓到你皮带 是啊 我拉着他他要走嘛 我就拉着他 我接着他人啊 人家就在说 哎 她是谁啊 告诉我是他老婆 我就说他赚你不拿钱 回家吃饭 那你跑车以后的钱 为什么还是 月初要还两笔贷款 稍微缓一下 这过几天给你 五百块钱还要 你听我讲完 我讲话你都要查 家里面所有的开销 我全部我买的 现在从他讲话 好像全部都变了味道了 跑车 每天早上六点半 跑到晚上十一点钟 他就这样子发视频给你 你不接视频就有问题 我在加油站 我们是没有现金的 我问别人要借三百块钱 我用微信找给人家 正好那个 给我三百块钱 那个人是房产中介的 他现在来了 你在外面租了房子 我会讲完 手机里面还有短信 交别的电费 车里面还有女人的面目 好 你一并解释 我手机里面有那个 空电局每个月 可能会把那个 你欠费多少 发到我手机上 我也不知道哪里的 包括我有一次接单 我到英团去了 他马上把这个 所有的事联系起来 我在上海带了个女人 花三百块钱租了个房子 带到龙虎山去玩了 这是他自己 说还有一只场角 他说你等我有了女人 你再来场 不能凭空想象啊 风先生是什么感觉 崩溃 赚不到钱在外面借钱 赚得到钱又不给刘女士钱 还出现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现象 刘女士不得不怀疑 丈夫是不是有了不忠之心 她的猜疑 让宋先生感到十分痛苦和无奈 此时 宋先生突然提出 要和女儿进行连线 立正清白 对于委屈的母亲和无奈的父亲 和妈妈现在分歧挺大的 说说你了解的情况 就很多时候 我妈是那种不可理喻的那种感觉 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满脑子就差一个人的思想 他就一直说 我爸在外面又包养谁了 又怎么样的 就是到那种很疯狂的境界 我觉得 就是每次我爸很晚回来 他就一直闹 让大家都睡不了觉的那种 有一段时间 是几乎每天晚上 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这个事情 跟他谈过很多次 他就一点都听不进去 他会觉得是我爸收买了我 说是我爸拿了钱给我 如果从对家庭负责任的 这个角度来看 你怎么看爸爸 我觉得他挺好的呀 一直很努力工作呀 什么的呀 那种事情根本就不存在 我也不相信 那他对妈妈这一点上呢 就算换别人来说 没有一个人 会有这么久的耐心去 这样的这个样子 他一直每次都在哄他 我还是蛮喜欢我妈的 他会跟你讲很多道理呀 不管就生活上什么事情 他会跟你分析 跟你听什么什么的 就觉得这个人 震得让很多呀 我觉得他不像 都会做那种事情的人啊 那如果咱们就从 妈妈的这个角度看 妈妈她其实也过得 很痛苦的对不对 可能是没有那么多的安全感 但是大部分问题在她身上 也有问题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就可能对她 没有太多的关心 就比较冷落她了 没那么多安全感 就会胡思乱想什么的 我还是希望她能跟以前一样 我不希望因为这种 没有瘾的事情 闹得我们家天天吵架 天天怎么样 谢谢你啊 好 再见 好 谢谢 为什么你会觉得 爸爸收买了女儿 他会移着她嘛 你的心里呢 能不能阳光一点呢 你刚刚没听她讲啊 爸爸有正能量 你给你女儿什么形象呢 你说我什么形象 我是出去玩了 还是对家不辅助 你说她去了上海 有很多你看不懂的 你也不接受的变化 现在她是回来了 你们生活在一起 你为什么这颗心 还放不下来 说的那些话 让我就是无法放不下 她就是宣慕那个表弟 这么多年来她是这样的 她跟小孩一样的 哪个地方触碰到她以后 她就睡到床上不吃饭 没办法 我要哄她 哄小孩样的 把她抱起来 甚至可以喂她吃饭 我女儿不吃饭 我儿子不吃饭 我不会理会她的 她为什么会觉得你变了 现在我不会哄的 我现在每天是 早上六点半出去 晚上十一点钟心来 她晚上还要查你手机 我晚上大概是 睡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 我没有亲力应付她了 女儿小宋立正父亲清白 用不可理喻四个字 金融母亲的行为 全家都被刘女士的猜疑 搞得身心疲惫 宋先生对她再也没有了 从前的耐心 她们的幸福一点一点地 在她们每一次争吵的 自立行间销声匿迹 那么今天我们的调解团队 能否为她们重新打开 幸福的磨合 我先跟妻子聊两句 我对你是哀其不幸 又怒其不争 你之所以对你丈夫 那么地担心 从根本上来说 因为你不认为自己很好 你的内心深处 根本没有底气对自己说 我是一个非常优秀 非常知性的女人 我的魅力 让我的丈夫是离不开的 你始终让自己 只能看到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 可是你却以为那就是全世界 你今天所说的离婚 也不是你发生内心的话 只是你无法去处理 你现在内心的这些焦虑 你把这个作为一个 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而已 其实你内心是根本离不开你丈夫的 所以我就要提醒你 如果你真的想缓解自己的焦虑 首要的并不是去盯着你丈夫 要怎么来迎合你 怎么在你的眼皮子底下 怎么让你管控 这种方向 只会把你丈夫越推越远 唯一有一点 就是开始提升自己 让自己变得跟原来不一样 我慢慢地 懂得了生活的其他的乐趣 我的世界越来越大了 我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越来越多了 现在的我和曾经的我 会看到更多不同的元素 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的你 才会越来越自信 但是丈夫这里 你不要以为你就什么责任都没有 其实我的确是看到了你这些年的变化 谁在年轻的时候都有做错的时候 你的妻子没有成长 你成长了 这很好 可问题在于你作为她的丈夫 你有没有带着她成长 她现在对你最大的怀疑 是来自于你们的关系 不牢靠 夫妻情感不亲密 如果你真正地带给她的一种感受 慢慢地 我的丈夫其实现在越来越会关心我的内心了 我的丈夫很多时候 开始会跟我去分享一些 她今天的很多事情 很多经历 她很多话 不会什么东西都不跟我说了 如果你慢慢地通过这种行为 让你的妻子感觉到 你在一步一步地靠近她 而不是永远站在前面 你走你的 不管她 那她对你的这种依恋感更增加了 甜蜜感变多了 这个时候 她的自信就建立起来了 而她所有对你的怀疑 都是因为不自信 整场听下来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刘女士 对于宋先生 你有如此深的一个怀疑 我认为 我觉得应该是来源于 她内心的一种恐惧 来源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来源于家庭情感的缺失 宋先生 你不认识因为工作原因 还是生活的重担 让你越来越疏于和刘女士 进行一个情感的交流和沟通 另外一方面 和孩子的这样一个情感交流 女儿更喜欢和父亲 在一起交流的 和刘女士有一种疏远 很多事情不会和她交流 这样的一种表现 也会让刘女士感觉到 自己在这个家庭当中 没有得到一种情感的一个反馈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认为是来源于 生活的一个不安 最主要的就是 你们家庭的一个经济状况 不论是宋先生 你决定做生意开店 还是到上海打工 这个家庭的经济啊 没有让她非常的一个安心 这两个方面 致使刘女士 她内心有一个 非常深的一个恐惧 刘女士 你没有自己的一个生活圈 朋友圈 你所有的重心 都在你的丈夫 你的小孩身上 这就会导致 你会把所有的情绪的一个发泄口 出在你的丈夫身上 那么这样 又会让你的丈夫 感到压力非常的大 这必然导致你们夫妻关系 会很紧张 对于宋先生 您还是要选择信任 情感上要信任 生活上也要信任 不要去做一个侦探 因为我发现 你说的很多事情 都是你的怀疑 你没有真凭实据 在你没有铁证的情况下 那么你所有的一些抱怨 猜测 在旁人看来 都会成为 你无理取闹的一个佐证 最后宋先生 我想就是给你提一个建议 你会有一些 比较过激的行为 掐他脖子 这样的一些行为 不管是我们在家庭生活 还是在我们在外的工作当中 还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宋先生 你看家里边负债累累 孩子没有奶粉钱了 你都不出去工作 这是你的失职 你给的这个女人的 这段婚姻礼 让她泪水连连 忧心忡忡 我非常理解你的妻子 她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 因为你带给她的这个家 这段婚姻 她的抗击打能力 抗风险系数实在是太低太低 她惶恐不安 生怕又会遭受到 什么样生活的磨难 然后她就被打击趴下了 所以今天 她会如此的伤心 以至于要放弃 已经拥有了两个孩子 和你二十年的婚姻 宋先生 我觉得如果要挽回妻子的心 请你拿出你的诚意和态度 我们要看到你的实际行动 去把这个家建设得更好 去给妻子构筑更多的安全和幸福 刘女士 你也有一些智慧不够 能力不够的地方 比如说丈夫开店 我不认为他的思路有错呀 一个店能开起来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他确实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 他要不断地去沉淀 积累 然后再会形成爆发 如果你的丈夫 他当初的这个经营思路 他坚持下来 诶 他守得住 迎来了云开雾散 迎来了这个逆势上扬 然后他能够裁员广进了 你是不是就没开眼笑了呢 我们不要去做事后诸葛亮 在他用他的这个思路 去经营失败之后 去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他 其实你也少了一份陪伴 少了一份坚忍 少了一份鼓励 宋先生离开了这个大都市 回到南昌之后 他在坐网约车这一块 每天早上起早 谈黑 没日没夜挣钱 这其实是他的一种成长 也是他的一种改变 正是因为宋先生的成长和改变 刘女士出现了一些疑心和疑惑 原来的你 在他心目当中 长期属于不务正业 只想当老板 他突然之间发现你勤勤恳恳 那么努力地工作 他就开始怀疑了 你那么勤勤恳恳地出去工作 为什么每个月只交五百块钱 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会有同样的疑惑 这就是因为你一直本着一个态度 这个态度是你一直没变的 就是不重要 不想解释 比如说你打他 你骂了他 或者说你自己借了 不应该借的一些款项 催款的人催到他这来 你都会说 哎呀 时间太久了 我不记得了 但是你有想过吗 正是你种种的这种不重要 无所谓 才导致他的怀疑和疑心越来越重 而你开了网约车之后 也一样 不重要 我在接客 我不能够跟你视频 不重要 我挣多少钱跟你没关系 我每个月交五百块 你收好这五百块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如果你不解决 刘女士还将持续地质疑你 怀疑你 甚至还会更加地疯狂 说说刘女士 刘女士你在和宋先生的整个婚姻的生活 尤其是最近这一段糟糕的日子 取决于什么 三个字 不信任 你们在时间分配上 出现了一忙一闲 宋先生越来越忙 沟通的时间就越来越少 你心里就越来越没底 一个女人大量的时间空余 一个人在家的话 很容易想东想西 不妨地给自己找一份工作 可以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 第二个也可以给家带来一些收入 同时你也会把大量在这里 思考宋先生的一举一动 慢慢地转移到其他的方面去 提升自我 建立信任 找回安全感 这是刘女士和宋先生 寻找幸福的必经之路 只是这条路并不平坦 他们还将面临许多的压力和考验 接下来 调解员胡建云 把宋先生叫到了舞台中间 先给他释放一些存放已久的压力 好 你面向着任何一位 你觉得你可以跟他说心里话的人 你说一下你的委屈 就老爸不理解吧 最大的委屈 有时候我会逼得没办法 我会拿拳子打墙上去 没办法 真的希望他理解理解 理解完去 你最难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擦岗吧 12点钟回来 我想睡觉 他不放过你 他要从早上6点半 翻到晚上11点钟 12点钟的那些订单 哪怕中间有一个订单 或者你中间在外面 休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你这两个小时上哪去了 你在外面打拼的时候 最有压力的时候 在里面挑一个画面 让我们感受一下 他去机场大吵大闹吧 当着外人的面 完全是不记后果的 相当痛心吧 好好 你回座 我为什么请你下来讲这些 因为如果按你的解释 你心里的压力 是会非常大的 你站在你妻子的角度想 他不断地问你 有没有这样的事 有没有那样的事 然后他自己也不断地 在怀疑你 如果他能感觉到你的痛苦 他其实也会心里平衡一点 如果他能感受到 你真正的关心 他也能够平衡一点 在你们两个之间 他找不到这种感觉 他是看到了你很烦 以及你的解释 紧接着他看到是两手空空 然后他面对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无穷无尽的财务上的问题 压力 第二个 感受不到 对他的感情 所以他心里面很难去平衡 当他这边抓狂的时候 你这一边有时候会显得轻飘飘 所以他只好抓这个事 抓那个事 但是他要的不是答案 他其实要的是说法 可是到今天为止 三个说法 一个都没来 第一个说法 就是你对他的真正关心 第二个说法就是 其实你也很痛苦 第三个就是 你交出了 让他感到 一番单压力的财务 一样都没有 所以你想象一下 他难道不难受吗 所以你自己 在你心里面 你跟自己去对话 要么能平平淡淡 能够压得住 再想办法 赚这个钱赚那个钱 希望他能理解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你通过隐瞒 把这一页翻掉 我情愿你是第一种 刘女士这边 我也简单跟你说 第一个 她可能曾经到外地 也有过比较毛糙的一段时间 外面花花世界 第二个你要看到 最好就是你们家这个经济上 投资啊 做生意啊 可能运气不太好 所以这个会激发你的感受 第三个就是 不管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你要问清楚你自己 目前可以选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它配合的话 它应该怎么配合 把这个能不能实现 如果不能实现 你做你的安排 如果能实现 你要学会消化一些东西 关心和财务大权 宋先生一样都不能给到妻子 刘女士如今还愿意和她携手并进吗 密室环节随即展开 刘女士非常委屈地哭了起来 她对和丈夫走下去 实在不抱信心 婚姻遇到问题 不能总是把离婚当成万全之策 逃避问题不能解决问题 此时密室的另一边 观察员徐晨刚也在尝试 让宋先生看到他们婚姻问题的 另一层深意 你跟你老婆生活中 你只看到了她不可理喻的一面 指责你 怀疑你 你看到的是这个行为 这个行为背后 有没有另外一个行为是你看不到的 比如说 她在用这种形式告诉你 她离不开你 她很在乎你 她很依恋你 妻子背后这一层需要 是宋先生从来没有想到的 她点头认同了徐晨刚的说法 此时经过午韵一番劝说 刘女士不再想离婚 她勇敢地向丈夫提出了要求 她不重视我 就是我被欺负了 也无所谓 现在是有她 就跟没她一样 经济又没有 对 没有保障 我能理解 刘女士 你别急 我们给她提些要求 看她能够在以后的 这个婚姻生活当中 做出哪些改变 我觉得五百确实太少 要让她调整 最少要来一千五 好 这是一点 一千五 第二 我觉得 就是她要对你更多的关心 对孩子也要有照顾和陪伴 明年九月份她就还清了 好 明年十月份开始 交那份钱 好 都交给我 所以明年十月份以后 让她把所有的收入交给你 你来划播 一定会给她留出一部分的零花钱 好不好 我们给她提些要求 刘女士提出要求的同时 自己也要调整一些行为 不能给丈夫添堵 既然她要去多拉 快跑 多赚 那你呢 对她的这种 随时要发视频 这是交通法规 是不允许的 所以我真心觉得 你没有必要去做这些 你一单一单去核查 问她去 这个时间段在哪里 你这不是在为难自己 也在为难她吗 何必呢 这真的是你庸人自扰 是我的疑心了 对 是你疑心了 刘女士接受了 五蕴的建议 带着刘女士刚刚提出的要求 五蕴来到了宋先生身旁 她会答应妻子的条件吗 我贴家用的话 能不能够拿一千五 好 等到明年九月份 把车贷还完了 你把收入更多一些 呈现给她 因为不要还贷了 可以吧 你自己留一部分零花 好 其次呢 多一些时间呢 去陪伴一下她和孩子 她也去调整 放下对你的猜疑 不再对你严防死守 去追查赌计 但是你要多呈现出一些爱 关心 没想到宋先生 很爽快地答应了妻子的要求 密室关节还算顺利 重新回到调解现场的夫妻二人 我跟我老婆表态吧 我以后会改体系 不会跟你怎样的 好不好 好好对于你 而且每个月生活费的话 我可能会尽量多拿一点吧 第三点我会多陪一下你 多陪小孩 多花点时间 我也知道你辛苦了 我会改一下我的那个 财疑心吗 好 相信你吧 好 以前她这样牵过你吗 牵过 她经常在街上都会拉着我的手 往里面走 后面是不是就不拉手了 吵架了就不拉手 该拉还是要拉手 她才切切实实能感觉到你 心在她手里面 你的心在她身上吗 宋先生 肯定的 这个毫无疑问 要不然我拉手干嘛 那以后就不用怀疑了 好吧 多关心体贴她 让她觉得有你真好 你说是吧 那就两位 好 好好的 谢谢 谢谢老师 每一位老师 我们非常欣慰 这对有着最萌身高差的夫妇 能够迎来美好的结局 宋先生用他那厚实的手掌 紧紧握住刘女士的小手时 画面倍感温馨 在这个高大的男人心中 身边这个娇小的女人 一直是她的软肋 从今往后 愿她们能够放下猜疑和间隙 用信任和包容 携手构筑 往后的幸福余生 欢迎大家一起进入到金牌调解 微信公众号福利时间 今天我们继续要给大家介绍 金牌调解八周年重磅推出的幸福课堂 这次呢是由金牌调解的观察员 武运老师为大家讲述 情绪的自我管理 将教会我们在婚姻亲密关系当中 如何去把握那些大小情绪 还有在家庭关系当中 如何来应对情绪 好的 我们一起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金牌调解微信公众号 输入情绪两个字 点击链接 就可以一起进入到 金牌调解微信公众号的 免费在线直播课了 我们一起来筹备